其实因为这个通奸除罪的话 就是我觉得他历年来都一直在讨论 可是确实讨论18年来也都没有被通过 是因为真的舆论是反对的 其实舆论有七成到八成是反对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很理解 为什么舆论特别是女性 人家告诉你说 其实这个是对你女性好 你就是帮你这个求得权利 你还听不进去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要听进去 法律人士的道理之前 我们女性或者是说我们反对的人 已经被我们澎湃的情绪给淹没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听到你在说法律什么 不好意思我没听到 因为我就是要如同这个法官所说的 我就是要情感报复 我就是要满足 那你现在来跟我讲说 你们只是为了要满足情感的报复 所以我们要废除 我们是不允许 这个时候女生的心里就怒起来 女生的就是要报复 而且至少要找到一个手段 不论我们能干嘛 对而且你说你判刑法 就抓去官 听说可以官一年 对不对 我们身为女性我们还觉得 这个肩夫淫妇只能去官一年 我们还觉得不够 对其实女性真实的心理是这样 那女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 是因为真的 我觉得我们的女性在台湾 还是一个父权社会下 真的过得太苦了 苦到她们没有办法 跳出来去理性的思考 法律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苦 因为比如说如果说有这个 小三有外遇 你们可以体会那个正宫的痛苦 我就是已经这么辛苦 在操持这个家 结果老公非但不尊重我 不爱我 还去跟外面的小三乐逍遥 回来对我暴力 甚至是家暴 然后在那边哈哈说 反正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我就是要去跟外面的女人 然后外面的女人 再来打电话威胁我 说哈哈你就是个没用的女人 所以我就可以把你老公拐走 其实我们女生 因为受到这样子的情感的这种 压力之下 你说你怎么能要求 这个七成八成的女性 去赞成这个通奸除罪话呢 没有所以源头 源头很重要 所以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要讲就是说 所以其实我本来 苦你都说就已经没挑战了 对所以我本来也是 我本来也是就是像情绪 就是沸沸然说 为什么每年都要讨论这个 废除这个通奸呢 就是应该要处罚 怎么能 我还觉得处罚太少 但问题就是说如果 就我可能比较幸运 就是我后来离婚了嘛 虽然就是说 那我就开始不用当正宫了嘛 我就可以开始比较这个 这个比较自在的 看看一下 正宫在想什么 小三在想什么 然后当我有这个机会 跳出来不当正宫 不用在那个婚姻当中被压迫 然后其实已经觉得 我真的是很没有能力 去处理我外衣怎么样 没有人保护我的时候 所以我当然希望法律保护我 那所以刑法是 好像是我的那一条保护线 因为我感觉我不受到保护 然后我甚至就会因为说 这个政府都 法务部都要提倡这个废除 所以我觉得 这些法官 这些检察官 这些律师 根本就没有苦民所苦嘛 你们就是日子过得太好 你们根本没有人敢 对你们怎么样 你们当然可以废除 可是我们不能嘛 对 那只是说后来为什么 就是这么觉得说 我也觉得不能废除的人 其实我后来觉得 我去进修了 我昨天为了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开始去思考 然后真的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思考 也就是说我给我自己 静下来的机会 然后我一直以为 我是就是帮这个 婚姻中受苦的女生说话的人 然后我真的要去了解嘛 然后我才能来说话 所以我就真的去研究 然后所以我后来 我其实是支持要这个废除 要通箭要除罪化 然后我有很强大的三个理由 就是最后来 我本来这几十年来 对不对 这好 这三十年来 不然李文婉觉得是感觉 后来他发现你 我觉得你要不要做过去 他是前而业出来 对对对 就是说为什么 因为我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理解了 因为我以前是处于情绪的 不能理解法律 因为我真的就不是法律界人士 我就觉得脑子很怪 为什么那些法界的人士 都赞成废除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学法律的 所以一直这个线搭不上 然后所以后来 我就去禁修一下 我研究一下是这样 我觉得是可以从法律 就是这个法律 这个成 就为什么要这个通奸罪 这件事情是有历史渊源的 因为我们的台湾的法律 其实我们台湾一开始的法律是 如果我有错就是 自发女人 对就是赖律师要随时的指证我这样 我学习到的是 其实我们的台湾的法律 就是不是抄德国 就是抄日本 法源就是这样 那所以其实 比如像日本的话 他在这个江户时代 确实是有通奸罪的 就是你女生通奸 男生通奸 还有那个皮条克 帮你们拉在一起的人 通通要去处死 这是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大概一百多年前 对然后其实日本 其实本来是有点母系的社会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 就是武将 就是将军的这个当权 所以后来慢慢的把法条 还有他们整个社会就修正成为 男人的为主的社会 你女性要依附男人 你女性是男人的附属物 所以如果你女人去通奸的时候 是可以处罚女人的 可是反而法律是男人是不处罚的 那也许讲到这个时候 大家心里还会觉得说 哎呦没感觉啦 不要紧啦 然后通奸女人 这样也不对啦 就要出发 可能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大家如果有看过一部 非常经典的日剧 叫做百年物语 如果讲百年物语 大家就是松岛菜菜子 跟杜布赌狼演的那一出百年物语 大家如果 你这样很羞辱我们 你说如果大家看过那一部 很有名的百年物语 很有名但是我们当中没有看过 可是你们可能会听过一首歌叫做 Only Love Can Make Memory 就是那首主题曲 那个有那个听过 就是她那一出 她的百年物语 她就是分三部 她第一部 我想讲时代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要讨论她的时代性 是因为那个百年物语 她那里面的那个 松岛菜菜子演的女主角 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她本来就喜欢 她们家的电容之子 两个人想要在一起 可是在那个时代不能在一起 她还是去跟一个 门当户队的男人结婚了 后来这个门当户队的男人 也不爱她 然后每天都出去找小三 甚至把小三带回家 羞辱这个女生 后来她心情上很不愉快 就后来就跟 她原来的这个青梅竹马 有点心灵上的外遇了 可是这个时候老公发现了 那根据当时候的 那个日本的法律 就可以去告发这两个人 后来这个松岛菜子 就真的去坐监牢 可是反而那个做坏事的老公 也是这样乱七八糟生活 一直跟小三勾勾底的 完全是没有事情 然后第一个我们会当下说 那其实女生是很可怜的 然后第二个就说时代就进步了 后来就进步到这个明治维新了 因为维新了 所以又要再讨论一下法律 然后当时他们也是 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台湾社会一样 要讨论 到底是我们要赞成 继续的通奸罪 还是要通奸除罪化 那他们那一次的讨论 其实在这个明治时代 还是没有 我们是觉得好像要维持 那个一夫一妻的话 就一定还是要通奸罪 这样的事情存在 所以后来是没有 但是在战后 在1947年之后 其实日本就废除了 对 然后而且在废除了之后 五年之内 其实他们发现 1947日本废除通奸主 对对对 1947年就废除了 然后可是在废除之后的 五年之内 其实他们发现 日本的离婚率整个上升 甚至还有这个法律学家 为此觉得心有愧 就是说都是因为 我赞成这个除罪 所以那个离婚率 才会在短暂的时间 一下子就上升 可是我研究到 这个历史之后 后来我又发现 怎么全世界现在 好像只剩下台湾跟伊斯兰教 还有一点点少数的 这个美国的省 还是怎么样 才有这个通奸 对对对 然后我突然就 整个理解到就是说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 七八成的民众 舆论还是反对 这个通奸处置的话 是真的是源自于 对啊 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的观念 还是没有办法前进 还是落后 而这个落后是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自信 然后女生确实在婚姻中 是太多的不利点了 可是后来我又想说 难道你把男人送去监狱关 是可以关得住他的身体 但是关得住他的老二吗 不行吗 我没有那么厉害 其实连身体都很难关得住 然后我又在思考说 所以我们用刑法来这个 来倡导一夫一妻 希望大家可以坚守 这个婚姻的忠贞 不要去外遇 难道我们用刑法 这一百年来下来 我们真的有达到目的吗 没有 显然刑法变成虚设 因为就像刚刚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如果你的老公发生问题 你要生活 你当然不可能 让你老公去关 那真的是 我们当然很希望小三去关 可是后来其实小三 也都没有办法去关 因为那些真正在执行 在判法的法官 他已经觉得这件事情 他判不下去了 所以等于我们女生 被这个刑法被逼到更无助 明明有一个刑法 好像在那边慌郎说 可以保护我们 但其实我们更没有被保护 这是我看到的 比如说 你说民法可以要求这个赔偿 对不起再给我一分钟 不会慢慢讲 因为民法你说赔赔偿 可是问题 他们都有拿车马赔 因为民法赔偿的问题 就在于说 他不能够 就是保障你一定拿到钱 如果男生很恶劣的 他就去脱产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还是赞成 因为刑法的目的是 在保障人家的生命财产 自由安全身体 那我们 他如果你的老公去外遇 他哪一项 有违反这个刑法要保障的 你知道黄医师 今天为什么让你讲那么久 是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在两天前依然只是存在情绪的人 对 在两天前 两天前 他为了上我们节目 他说两天 两天他一直恶苦 两天前来接到通告 然后他才说 他这态度 两天来他才态度改变 他本来是支持 通奸要有罪 一定要有 那这两天一直不断地看资料 所以他才发现说 他依然 他原来他是那么弱 对 我才知道 到底这样的法律 真正保护了女生 保护了 对就是没保护到 他能保护婚姻吗 所以应该这样讲 因为刑法239 就是通奸罪他的存在 他本来的目的就是维护婚姻 可是实际上 他从来没有维护婚姻过 他是让婚姻更撕裂 然后维持一个假壳的 就是有名无实的一个婚姻而已 因为所有的实证的结果 就是没有维系婚姻 那如果我们的法律 就刑法的存在 是为了维护婚姻 那但是又没有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那我就回头问 你这个法律设计 到底原因是什么 是 可是我也不赞成 就是单纯的废除 我觉得处罚还是要 可是可能要有一些 更积极的作为 我觉得那个法律人士 之所以让民众没有信心 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 法律人士没有更积极的作为 比如说我会希望的积极作为 是说好啊 你要去外遇 你要去小三 OK啊 你们就去通奸 没问题 可是你们还是得要得到处罚 比如说你可能要去 这个果农要去摘西瓜两年啊 要去这个 服劳役就对了 你要服劳役 你要有社会教化之功能 不是说我已经 我就开心的去外遇 然后小三也开心的来呛我 然后我一点办法 没有办法 不行 我觉得还是要 他去摘西瓜两年 摘西瓜两年 那里也有很多女生 那没关系啊 就一起摘西瓜 因为我觉得他总是要承受一些 或者是说你去那个 长照中心帮忙倒垃圾 帮忙翻照顾老人两年 你需要 劳改啦 你需要劳改啦 说实际上我是纳税人 我觉得我是辛苦工作 然后纳税 结果你把我的钱拿去关那些 管不住自己老二的人 我是有点不开心 我的钱不敢这样 只关那个老二就好了 我是不能这样 看我的钱被这样用掉 对 我不能 我是民间妈妈 我讲一下 因为刚刚我在 那个进广告的时候 我就讲说 其实我基本上 其实我打同心理是 几年前我就觉得 应该通肩要出罪 因为其实 娃娃已经一直 一直讨论这个议题 然后我一讲的时候 对 我一讲的时候 那个刚刚那个 许长阿德 他就那个 没有 他就呛我 许阿长德 对 然后他就呛我说 如果你也赞成 那就是什么程度拉低 我就很生气 我是民间妈妈 因为你看刚刚那个 那个什么 民间妈妈的代表 其实我可能没有去 像那个 恐怖民间妈妈的代表 可是问题 很多的妈妈 其实透过很多食物 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 什么要抓肩在床 要插入的状态 你对于一个 民间妈妈来讲 我明明知道 你们两个有什么 没力气 对 我其实对着空气打拳的 我怎么去 刚好抓到你们 刚好在 那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法律来讲 根本对于我 都会发现说 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然后这种事情 问题是你还没有结婚 你就听到全世界 一直在发生这样的问题 你怎么还敢结婚呢 我告诉你 有时候真正的 你看你又回到 不是你不要 你不要插出所谓的重点 我想真正的问题 在源头 因为你在解决尾巴的问题 是解决不完的 我觉得我就说 不是尾巴 因为在婚姻 处在婚姻状态里面 身边有另外一半的人 很多妈妈 她会觉得说 其实就法律 她设定来说 我们如果要为自己 去把它挣脱 或者找一些手段 我刚刚讲 虽然是手段 可是它是有难度的 到时候即便判下来 我们看太多判例 也许透过民法的 民事的方式 有时候就几万块 可是那个过程里面 可能请了律师弄得 这样白转千回之后 这就是复仇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说会越复仇 所以我才说 后来你会发现 这个所谓的通奸法 或者是什么相关的 其实真的保护到 很多的妈妈 不一定 文婉的态度 文婉的立场 现在已经跟你一样了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程度差很多 你看程度差很多 有一楼跟十楼的差别 他就修理我 他意思说那个理解不一样 一楼跟十楼的差别